詞曲 李宗盛 所以你讀《要事經》 愿我們每個人都像《要事佛》有這個十二大運好不好 十二大運 我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大運 流離體 三十二象八十水形 不管什麼樣的佛像 看了就很歡喜 很奇怪 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去看每一間寺廟 佛像真莊嚴 所以佛像就是色受眾生用的 你看眼睛 看佛的眼睛 你就消除你自己眼睛的惡意 你看佛的嘴巴 你嘴巴的惡意也要消除 佛像有這個功德 所以要是佛這樣說 我長得那麼莊嚴 為了眾生用 但是如果 我成就佛到的時候 莊嚴無比 另一切眾生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各位我們去極樂世界有沒有一模一樣 有沒有跟我們都沒有一模一樣 有啊 大家都長得一樣 那有人問我啊 是不是長得一樣 那我是誰 大家都長得一樣 那怎麼認得鼻子啊 不是雙胞胎呢 不是三胞胎 不是四胞胎呢 是多胞胎呢 然後大家都長得一樣 啊 現在我看戰鬥師跟我一樣 我們兩個長得不一樣 但是以後長得一模一樣 我知道他叫戰鬥 他知道我叫戰樂 大家都是大上不下 一樣的 如我如一 第二個大願 流離體 內腕名車 超過日願之光 佛有眾生 被這個光照到 很自然的 斷惡修山 隨意所缺 令眾生歡喜 做諸事業 做佛事的意思 修行的意思 所以這個 要是佛的願 願願都是 度眾生 射受眾生用 第三大願 要是佛成就佛到的時候 只要眾生跟他有緣 他就讓眾生 衣食無缺啊 車子 飲食 衣服 過去醫藥 家裡面所用的都不缺啊 有人 真的缺動缺息啊 要有一台冰箱 就很困難啊 要地方住 更困難啊 所以我們要有基本的福報 所以諸佛菩薩 都是以名號度眾生 第四大願 那 讀要是經念 要是咒 稱 要是否名號 那我們可以 這個 不好的 習氣 不好的 行為 要是否加持 犀令按住 菩提到中 見到不好的 知道啦 但是不好的 給他轉化成 菩提 願生生世世 能夠去除邪見 就像我 如果 智慧不好 如果 如果 記憶不好 那我在讀藥師軍的時候 我就 希望這個 記憶變好 能夠 利益重貫啊 記憶不好 真的很麻煩耶 會不會啊 這個記憶力好 是修醒來的 以記憶力好為基礎 慢慢的 三昧 三昧的功夫 是很不可思議的 有兩個 出家人在一塊 一個出家人有神通 然後另外一個 出家人好像被這個 被跳蚤搖 看到了 就給他丟出去了 然後這個有神通 有神通的就 就說 你啊 對眾者不慈悲啊 那個 剛剛被你丟出去的那個 跳蚤腳斷掉了 你不知道 那個另外一個出家人 嚇一跳 哎呦這個出家人不簡單啊 所以 心悉 悉到最後就變成喪美 變到最後就變得有神通 不可思議啊 所以 服務藥師軍 我們會捨棄 我們會捨棄 舍棄這個惡法 追求善業 進一步呢 我們也不會修這個 身文道解脫道 我們會修大聖的 不提道 第五大院 那 常常修習 叫做鑰匙法 我們的 身口意的行為 很快就圓滿了 具足佛界 三具境界 或者是 要是佛慈悲啊 在這個末法修行 我們常常跟自己打仗啊 都會打半仗啊 內心都有貪嗔痴啊 不能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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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馬上去生氣啊 不能起慾望 常常在起慾望 所以我們的戒律 我們會受損 戒律受損對我們不好 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進化 沒有力量幫助眾生 所以你們都讀 釀士軍 今天我們的戒體 就可以恢復了 要是佛就加持 所以你看 第六大院 如果有醜陋的 茫濃陰陽啊 身體不好啊 癲狂啊 憂鬱症啊 躁鬱症啊 精神有問題啊等等 無救無歸啊 無依無藥啊 無親無家啊 沒有人理你啊 貧窮多苦啊 這種人多不多 很多人 你說你沒看過 台灣這麼好的地方 福報的地方 很少看到而已 我們台灣的流浪漢 跟非洲的流浪漢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國家 這個國度 雖然是在外面流浪 但是福報不一樣 就 他們都是過去是有修福報 但是沒修智慧 所以也就變成這樣子 大象帶陰弱 所以要是否各位可以修 修持 再來要是否第七大院 若有眾生生病 沒有醫藥救之 沒有人幫忙 又沒有親人照顧 沒有錢 身心痛苦 那要是否加持 持要是咒 念要是經 念要是否名號 那要是否就暗中幫忙 讓這個多病的人 能夠病苦消除 身心安樂 世間一切具足 沒有煩惱 最後 要是否引導 讓他修醒 贈得無上菩提 所以要是否力量不可思議啊 第八大院 那做女人很辛苦 那如果討厭的話 就好願做大丈夫下 轉女成長 身身事事都可以 除非你是 願力度眾生 要是女生的 就沒辦法啊 第九大院 邪戒的人太多 外道 我們修行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的障礙 內膜跟外膜啊 內障礙跟外障礙 邪字邪戒的人非常的多 你修行如果沒有把持住 可能會被牽走的 所以政見非常重要 那所以你修遺軌 修鑰匙遺軌 你就會變得有正知正見 重要 正知正見太重要了 追第十大院 如果有人打你 如果你有生命危險 如果你要做牢獄之災 所有的無量的痛苦災難 都在你的身上 生也不行 死也不行 身心受苦 多不多啊 多啊 你去醫院看看啊 你去急診室看看啊 愛好的人很多啊 如果你可以一心稱名啊 要是佛說 我以我的威神福德之力 讓你解脫一切優苦 這個不用錢的啊 所以 有多少重生不知道 他寧願花錢耶 他寧願花錢 也得不到這個效果 我們不用錢耶 我們念 要是佛的名號就好啦 有福泡 惡業消除 病苦消除 還讓你滿怨耶 但是 太少人知道了 來自於知道 又不相信 真的是這樣子 太多人了 所以第十一大院 很多重生 既可所難 為了追求食物 為了顧三餐 造出惡業 我喜歡這一句 第十一大院 沒有我的名號 那我就讓你有上廟飲食啊 不只是吃到食物而已啊 吃到你喜歡吃的 上廟飲食啊 吃的還不夠 你吃下去之後很歡喜 最後面這幾句話太好了 跟我念一篇好不好 厚以法味 逼盡安樂 而見一知 不只讓你吃啊 吃到這個 維持這個色身啊 不挨餓啊 還用法食來加持你啊 各位藥食禁是不是法食啊 平均文法是不是法食啊 是啊 法食比較重要 還是世間的食物比較重要 法食啊 晚上都不吃了齁 師父今天又沒發完這件 為什麼不能吃 法食啊 法食啊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跟我念 禪月為食 禪中就是禪月為食啊 因為他們 他們只是吃兩餐而已啊 禪月為食 所以學佛真好 不要煩惱吃的 不要煩惱什麼什麼什麼 你只要用心 受死就好了 所以這個啊 釋迦牟尼佛啊 有這麼一個願力 在我的末法 如果我的弟子 願意休息 我就用這個白豪相光啊 白豪相光啊 中間這個啊 佛陀有白豪相光啊 這個很厲害的 他的白豪相光 佛陀有無量光 他就用一種光 從中間那個 放光出去啊 加持所有休息 讓他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所以我們只要優 道不優品啊 你好好修行 好好用功 就像沒有人供養 也有誰供養 有誰 天人供養啊 不可思議啦 天人供養 天人供養 很多祖師大德都有天人供養 道修律師啊 道修律師啊 荒青老丈啊 走到哪裡天人供養 你沒有看到天人 但是你 你走到 你那個地方 你旁邊都是食物啦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 不可思議的 這個很難去想像的 佛力不思議 第十二大院 沒有衣服 熱人要命 冷人要命 蚊子咬你 這位夜兵啊 以前佛陀時代啊 祖家人都要 樹下一血 對不對 樹下一血 在那邊打坐啊 有些有那個啊 祖師大德真的 我看過那個祖師傳 很多祖師真的很厲害的 他在樹下打坐 蚊子沒有丁他耶 阿咪陀 我來試看看好不好 所以 這個祖師大德真的 他們 住在樹下打坐的時候 廣青老丈還有群外上 他們都是 同一類的 很厲害的 蚊子不咬他們的 蚊子咬我們 表示我們欠他們的 這真沒辦法 所以也沒關係啊 有很多痛苦 在你身上的時候 那我們就修儀鬼 這個十二大院啊 你看藥師佛啊 幫我們 整理好了 所以在這個墨房很濃細 聞到念佛法 又聞到這個藥師法 藥師法人造成我們現世了 這個是 基本的 但是 想一想 十二大院都是照顧 生生世世的